哈囉 大家好 這是Nexus 我現在講的是生物統計學 那來抓的是這個 這一個已經快到最後了 那我講完這一個題目之後 之後其他的就不會再去 重複贅述 因為是同樣的東西 那來看一下 來這一個東西是做二句變相之 從計學開始 Regression 的系統去做這個處理 來回歸性公司大家都知道吧 二次二元一次 二元一次方程式 y等於ab加bx 然後後面是做多係數 1 1 1 下去做處理 然後這個是r的分數 x-y x-x平方 母群體的x 減掉樣本 母群體的y減掉y的樣本 去做處理 根號sum-x-1 去做這個的處理 然後來做 做regression的部分要去做處理 那去測定那一個身高體重的一些去做這個處理 那當然是做 回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從 鍵由等距變相比率變相來評估去做量本 然後去測試說 哪一組為樣本跟著其他的樣本 樣本和紫樣本的差別就是說 因樣本是跟著紫樣本動的 所以紫樣本動的時候會直接影響到 因樣本 但是因樣本動不一定會影響到 字樣本去做這個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一個 字樣本增減的會 增減量會導致的 因變數變量 來去評估 來評估說哪一個是字變相哪一個是樣本 哪一個是樣本哪一個是母群體 好來去做這一個的處理 那這一個變相來去做 它是做 也就是說用身高來評估 就是有一群群體 然後它要確定它是否相同 那來它找到資料 身高每增減1公分 那體重會增減多少公斤 那如果相關係數強的話 那就就會有評估 就會有產生字變相以及因變相 這樣子的關係關聯 好 如果兩個變相可以做回歸 當然就可以做相關係數 然後來去做相關 也就是說他們的 增減那個 體重以及那個血壓的增減 會有所差 相異性 所以變化 它變化就會跟著一起變化 然後如果經過預測的時候 大概可以知道身高多重 可以的體重多 體重較重 這就是H0的假說 如果身高大身高是沒有 身高跟東西都是一樣 然後如果不拒絕 就說身高大會身高 體重也會增加 那如果是來看一下 如果是人造衛星在地球上 或軌道運行 然後三萬 時速三萬公里 那它的 恆定的話 就可以說它是做有關聯性值 就是說 那這一個的關聯就是全部 regression regression compensation 你回答 回歸系公式來去 xy-d 然後去做這個應變量 根號分 sum x x y 減掉x 然後這個 這個處理 好 然後來看一下 來這邊有一組資料 這個是16嗎 16個 好來看一下 資料組合 來描述性統計 來資料組合 n 然後sum x 等於259 然後sum y等於這個 然後它的平均是這樣子 去做這個處理 來 這就是我剛剛給大家看到的 回歸公式 y等於a 然後bx1 去做這一個的處理 然後來看一下 來 我們y等於bx 我們要去測量16個裡面的 它那個b值 如果 來 這測量的係數來說 是做 它的變化量為0.972 1對上0.972 變那個 那個係數啦 回歸係數 去抓出來 所以就是做 就是知道說 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子 好 來那個 這一個的資料為 把它算出來了 為 -109 1093 但是我們沒有負的 所以我們是做 要去做那個 平均值 要去 絕對值 開根號 不會 要開絕對值 讓它變成正的 因為體重沒有負的 好 來一個這個 170的 它預測為 10.33 然後加上 0.72 乘以70 等於59 然後我們可以用它的東西去 推 用體重這一個關係值 回推回身高170之中 去做處理 然後我之後有空再去算 因為現在那個電子 我有電腦也會 沒電 再來看一下 去做處理 然後XY值 都是等據 整個比例 我們可以將它再 標示出來 好 來回歸性公式 去做這個處理 這個系數 還算蠻 分佈的還蠻接近的 好 然後切一個斜率 過出來之後 Y的斜率值 去做這個處理 然後來看一下 P Q為去做處理 它切這一個去做處理 然後可以看得到B 得到PQ之間的距離之類的 好 好來B等於代表顯度 然後B是正值 數值越大 從左下之右上越大 B為負值 左下之右下非常大 所以它這個B值往上 所以是正的 然後如果是另外一邊 是往下就是負值 去做這個處理 然後用這個東西 來去推估那個 Regression 他們相關系數的變化 好 然後來看一下 這一個就是B值往上 然後斜度小 好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CC correlation in compensation 然後剛剛那一個 第一個前面的檔案 這一個是這一個 X減掉X 然後Y減掉X Y減掉Y 然後來去做這個 母群性的變化 好 好來看一下 最大為 R值最大為1 最小為-1 它是一個關聯性值 所以如果全1的話 就代表完全是相關 完全不相關 那如果是-1的話 就是完全性不相關 好 R值越大 X沒增加一個值 Y值越大 所以 就是它的是 Regression的量會 關系越來越大 看你的那個斜率去做推估 這個是往下 這個是正的 這個是負的 就剛剛有講到那個D B 喔B啦 有那個B值 然後這一個就是亂七八糟 這個是無法規矩 這個亂七八糟的 然後這個等於0 然後 2之12 0槍關 它沒有任何關係 它東西混在一起 所以123456789 它那個Y對上來對不到 Y對起來變得很亂 然後R值它沒有斜率 R值也沒有斜率 你正的 你左右 你上下都沒有斜率 可以去算你那個Regression 好來看一下 斜率大的 B大 往上 正B 然後B小 R值 R值大 去做相反 它有點類似相反的觀念 然後來 B值 R值 G大 均大 但是為負值 那這個用做 又開了一個絕對值 去抓 所以B值是負的 然後這個 R值也是負的 好 來用 規限Regression的東西 去做處理的話 好 來看一下 座標圖 65 165 172 然後最矮的為152 最高的是在178 然後如果來看一下 樣本為0的時候 它值為-105.39 所以 但是它不可能為負的 所以它之間有一個存在 那譬如說體溫也是 它是說不能評估BMR 這個 它不能測定它的那個溫度量 它是 人已經會死掉了 好 R就在這邊 前面講了嘛 就做判定技術 然後就去做平均 然後它是說0相關 1是完全相關 好 好 來 硬變數以及變性量的東西 它去做處理 Y1 然後減掉C 這一個 去做這一個處理 在這一條線上 第二個是做Y2 減掉Y2 在這一個的處理 所以去抓這一條線路 好 來看一下 因為 XY之間是有直線相關 就是它們的東西會變化 那一個是直線 一個是直線相關 以及另一個是負相關 然後 然後來看一下 它的點 1 Y1減掉Y2 Y1減掉Y1 減掉樣本Y1平方 然後Y2點為Y2減掉樣本Y2平方 好 來看一下 來回歸係數全部由Y1-Y 減少為Y1 這一個是做Y2 Y1的平方 這一個的處理 好 來 它來看一下抓出來 就是做TotalSS 減掉UnexplainedSS 有去抓到的資料 以及沒有辦法解釋 還沒解釋的部分 然後看一下 來看一下 把它檢查一次 有解釋出來的SS 減掉總體變異量 來去做這一個的處理 然後 1減掉R2 就可以得出你的那個 回歸係數的那個 那個回歸係數的那個比率 好 來看一下 去做這個的處理 來去做比率 然後來看一下 它的那個比率 來去計算的話 然後來看一下 它去做在這個資料項 Y等於Y加B 然後去做這一個的處理 然後去抓這一個去做比率 好 來看一下去做這一個的處理 然後它去做前面的那個 這個統計式標準總體X 來包掉T母群體 然後因為有兩個統計值 所以它用資料度會是-2 然後來去抓 然後來看一下 估計式的標準簡易詞 它是做兩個 前面兩個就有去弄了嘛 兩個 兩項是 兩項等級變115 就是抓這一個 所以我們看它抓進去 T等於9.575 然後sy x 然後1加1 1就是n 好 去做這一個的處理 好 來在變異係數上 有這一個95 95 95 這個是往下的 往下的 看你的處理 它是做評估在這個 跟xy這一個條 然後做化線值 然後做不同的曲線算 好 所以這一個是在95%的 系列式區間 會產生出來的曲線 用 用具它的斜率 畫出來的曲線 好 變異係數以及相關係數的減定法 R 代表 R是否 R係數是否能代表母群體的變化 母群體是否不等於0 因為0的話就表示沒有東西了 去做這個的處理 來去做DF 然後去做這一個 N-1 N-1 N-1的 它的等據裡面的偏估 估計值是DF N-2 F等分別是做R平方 然後除以1 然後E減掉R平方 然後N-2 之間去做這個的處理 來去做上面的資料 0.843 0.843 1 它是正值 然後它除以1 去做這個評估 然後1.1 1 1-0.843 平方 去做這個的處理 然後它有16個東西 所以16個樣本-2 好 來去抓最後的資料集的之後 然後去做這一個 F值 對於F值 它與它之間有相關 它 它34很大 它大於F值 大於F值很多 所以它就是有正相關 它是有1 然後是14 好 來看一下 sum of square 然後R的平方 減掉 1-R平方 然後DF值是1 然後MSS 就是做R的1 來回歸細細數去做處理 來看一下 H0來看的話去做這一個 然後DF值做N-2 然後等於16-2.14 然後來看一下 在上面能不能做SD的評估值 它去做這一個 關鍵值 B-0 然後SVY 自己做等於 1 除上 sum的X 減掉X 乘以平方 好 算出來之後 T值為5.87值 好 好來看一下 TN的是P小於 P小於0.01 然後B值不為0 然後以此它是有回歸 在統計學上是有效果的 那如果是0的話就表示它沒有效果 因為沒有 沒有存在負的那個單位 好 來增加一個單位 Y也跟著增加一個單位 所以 X是硬變相 自變相 自變相是X 硬變相是Y 因為Y會跟隨X做 做變動 來做結局是 剛剛那個不是有一個三角形 去抓出那個三角形它的量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結局字 alpha alpha的評估為0 標準值X 去做這 N 1 除以N 加上 X的平方 減掉 除以上的X 減掉X 然後平方 去做這一個 評估 然後來去抓這一個 然後抓出來的結果是 3.91 1 然後它的值為 16-2 然後它去抓 0.5 它是0.25 因為它是 雙軌 它是雙軌 但是要看它 雙軌要看它有沒有差異 好來看一下 最變異係數量的中 去評估 anoma 是用 回歸係數去做處理 就是用T-test 然後它可以做那個model model1 可以做隨機的 隨機的系統為model2 然後來看一下 將隨機的樣物稱為 2 2 4 3 然後去做處理 來看一下 它抓這一個 用圖像去抓出來 它是做一個不同的曲線 曲線抓一抓之後 就會產生 不同的 密枝出來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plot plot 就是那個數 數表格 它會跑出那個plot的表格 好 來那個分布曲線值的話 E為X以上其他影響Y的 對Y影響 然後如果再加上算 算出了物 如果再加上XY有評估的誤差 那E的呈現就會是呈現出常態性分布 x 來再重複一次 然後 E為影響Y除了X之外 影響到Y的因素 自變相是X 硬變相是Y 然後E也是算是硬變相 全是做影響它的處理 好 Y如果為常態性分布的情況下 則Y的重X值上分布的 重Y值也是做常態性分布 正好是落在回歸線上 好 1與X是無關的 然後 在每一個X值上 所以 加起來之後是0 在每一個X的上面是做 是說它加起來是跟拉致差不多的 是不同的項目 所以它 正有正有負 好 在每一個X之上 Y的倍率係數它的相同 來再看 最後來看一下 Standard regression 來去抓成那一個標準分數 X減掉 X減掉 母群體的 母群體的 平均 然後 除以標準 標準 係數 好 來去追 這個 regression 處理 來去Y等於BX 這就是Y等於AX 那這一部分 Beta是做A 來在這個情況下 每增加一個便衣 便衣標準差 它要去做處理 然後來看一下 它不續續處理的 違規公司中 X對Y的影響力 好 那目前來講 製作以某個醫學院 某個醫學院的93名的 那個學生 來去做處理 好 來看一下 93個人 93個學生 然後 他們的身高 以及體重的比較為處理 它能夠處理的 它能夠處理的範圍如下 Y等於這一個 0.665個X 然後 它的斜率 然後 看一下 它這怎麼抓出來了 它也沒跟我講 6點 Y等於6.53 它會給你啦 然後 原始回歸 回歸 回歸係數等於 Y等於AX加B 然後 加1 1 1是其他的便衣量 好 X等於 169.26 X X等於 6.60 然後 93 N有93 但是它這邊沒有用到 好 來 然後 代表 Y等於 0.665X 然後 等於說 標準差時它的那個體重會增加 然後 Y等於 -58.94 加上 0.700 然後 標示 原始的 用X的部分則是代表了原 測量的處理 以160的公分為主 如果非標準化去處理的話 標準回歸的話 是 Y等於 53.06 然後 如果要包準的話 Y的 160 160公分 除以 169.23 然後 去除以它的那個差異量 然後 再去乘以它的那個 加上 乘以它的那個平均 標準差 就是 上面的那個東西 去做這個的處理 好 如果這一個去做這個的處理 那就是 用這一個的方式去抓出來標準化回歸 然後去 推估說 我是的比例是多少 然後 接下來推出來一個回歸公司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那個東西換掉 然後 換成你的要推估的那個值 然後 然後 就可以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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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將回歸係數給抓出來 就是幫他不同的回歸係數的量 你算出不同的回歸量 以及他那個大小 他就會能夠幫你畫出來 那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所以你就會能夠 這就是跟大家講了 到這邊我會簡單式回歸分析 然後去做變異係數 變異項目 那是做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不會 我知道沒有題目 這方面沒有題目 所以 是在我這一個章節以後 就沒有題目 所以我不打算直接去講 所以接下來是做 13 14 15 對嘛 就差不多了 好 那就講到這個地方